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来到10月4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日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独立股评人王伟豪,Rav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avi 阿姨 港股昨天出现回吐后 夜期下跌了66点 暂时守着22,000元 中东局势困扰环球市场的气氛 美股跌了过百点 有价就飙升 稍后你也会问Ravi 如何是港股回调部署 而是外围的气氛转差有没有影响 大家有股票嫌难的话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国势持续升温 油价急升5% 资金避险 美股指数1度升0.4% 美国服务业数据表现理想 但就业数据有放缓迹象 投资者正在等待 星期五公布的非农数据 美股星期四偏远 道指曾经跌了348点 收市跌184点 收报42,011点 标指和纳指一度跌0.5% 标指收市跌大约0.2% 报5699点 纳指跌6点 收报17,918点 中国股指数跌超过2% 欧洲股市也全线向下 英文银行行长贝利华 可能略为进取减息 拖累英镑一度跌超过1% 而美元转强令到金价售额 一度跌大约0.7% 招电美股 Tesla跌超过3% 亚马逊跌1.5% 苹果跌0.5% Meta亦市升1.7% NVIDIA行政总裁黄仁勳唱好 新一代AI晶片Blackwell的需求旺盛 NVIDIA股价升超过3% 台积电和AMD亦升大约2% 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京东美股比港股升1.6% 阿里巴巴跌0.4% 腾讯美团比本港收市跌1% 腾讯只宣布461.51% 美团只宣布202.68% 网易跌2% 百度跌2.5% 回风控股ADR只宣布70.1.7% 比本港收市格升大约1% 友邦和港交所跌近1% 健康和比亚迪跌超过1% 今早上市况 导致期发暂时偏远 42,273点跌44点 标指纳致期发也是回远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各别发展 日本股市日经平均指数38,629点 升了77点 澳洲市跌1% 跌1% 跌8,384点 跌90点 新生日股市跌0.2% 接下来看恒指黑企的情况 港股初段有机会 也会继续回落 因为黑企跌超过8点 先和Ravi谈谈外围市场 现在市场等待 究竟中东局势的情况会否再恶化 以色列会如何回应伊朗的导弹集击 美国总统拜登也被记者问到 会否支持以色列攻击伊朗的石油设施 拜登回应透露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言论市场有些反应就是 油价马上升了 所以就想问一下Ravi 现在中东的冲突逐渐在升级 会否主导市场的情绪和气氛呢 因为有些避险的情绪出现了 油价急升方面也会增加通胀风险 影响联储局等货币政策 会否有些制爪 你自己怎样看 对于投资市场来说 是否也是一个风险呢 当然我想中东局势这几天又升稳了 以色列伊朗那边 当然如果你说去到一个比较极端一点 或者差一点的发展的话 的确对于环球性的金融市场来说 会有些震荡的 但是如果以目前的情况上看 我想可能对于外围 例如美股、香港油、金融市场 这些会有更多的影响 反过来我想说 可能对于港股A股 其实暂时未算太大影响 所以要看整件事 如何发展下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近期我会觉得外围市 和港股A股是有些分开来看的 和以往反过来 以往的分开 可能你只看美股也好 但现在可能反过来 是怕美股有些调整的风险和空间 畢竟一来 其实都是那句 在水位上说 保持高位 论估值上看 绝对不是低不是便宜 基本上都是过去五年均值的位置留上 而二来 如果你要再推上去的话 其实要看有没有更多新的趋势 但是如果以近期 我想环球性的焦点 其实明显是转了来 A股港股这一边 甚至过去曾经 连美股夜晚交易时段 大家交易的都是选中海 或者是ETF 没错 即是那个焦点 其实现在明显地 在美股的热度是降低了 所以除非现在有些新的 重新吸引眼球出现 否则我认为 只是这样计算 也有些可能调整的 可能性会有风险存在 更何况就是 刚才提到 有没有多新的趋势 例如未来 实际盲盟业绩的因素 又暂时不太见到 可以很明显 调整的固执的空间 所以大家会看的 就是看看 有没有什么风险 可能会出现 譬如现在来说 可能是怕了中东因素 因为的确 如果中东这边的局势 再演变 惡化的话 对美国的影响是大 因为大家都知道 正如刚才提到 就是可能在一些新闻 大家看也会看 究竟美国那边 拜登是否真的 支持以色列 去攻击伊朗的因素 就是看看背后的方向 所以如果有局势 再紧张下去 配合着美股估值 又不是便宜的 再加上未有什么新的趋势 刚才提到 在盈利股值上 又不是上调的因素 如果假设 我想要看它 特别是今晚 因为美国也公布了 再加上一些就业数据 是 其实这也是另一个因素 就是考虑加息那边 即减息那边 即减息那边的因素 其实纳利股估值也是 那究竟是否仍然是 像现在这样的估计 减多一次50 一次25 都没有问题 不是差的那种减法 那这些会有变化呢 这些会有变化呢 我想这几样东西 都会主导着美股的方向 所以论证 从走势上看 又未必说 这一刻会很穿握大跌 但我想风险上看 反而现在看美股 会大跌一些 明白 说起美股 不如也问一下 大家很关心NVIDIA 虽然市场资源 去了中资市场那边 但是前段时间 也有一些大的人物出来说 沽NVIDIA 买中国市场 但是NVIDIA股价 其实都没有令大家失望 还是很硬正的 是的 很硬正的 现在黄仁芬又出来说 他们的新晶片的需求很厉害 那你怎样看股价是否 不用怕资金真的会流走 因为有些相对比较强的股份 其实当然暂时 你说NVIDIA 还是算强 都是在一个高位里面 可能叫做 类似盘整 虽然没有像之前那样 搭边再向上 但是没有看到很大的调整空间 但是论动力 论所有东西 其实都是弱了的 虽然像你说的 很多时候见到股价 回了一点 譬如黄仁芬那些也好 又会有些唱好的东西 出来又夹回一点 昨晚的例子 又说backwell那边的需求很厉害 又淡一些股价 但是暂时 我想到这一刻来说 可能很多都是类似 可以靠这些言论和说法去顶住价格 为什么叫顶住价格 因为始终打到认同一点 就是股价强 但其实已经分析了 未来几年的预期 除非未来出来 不要说只是口述 未来的月积 未来的季度盈利等等 所有是继续配合到 一个很高速的增长 就是保持过去这么高的增长 以为大家觉得 能够给到现在这个价 这个股值 你才会再实际上去 所以我想如果现在已经预期反映了 类似透支之后的一些因素 你只靠原论是顶住价格 但未必立即再推得太高 以及以刚才提到的走势 虽然价格价位价格价格价格 但对比高位$84 其实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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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近期设设计成交 NVIDIA平均来说比较缩了 你看到下面的巴巴全部都是比之前短的 如果平均来说 所以其实有些是缩了量的一个情况 最要看就是缩了量之后 究竟配合技术面 可能收窄 究竟在哪一边有一个突破 但好在它暂时来说 都算是站在所有均线流上的 所以如果能够向上再突破多一点点 譬如能够破到大约$85以上的位置 那就会更加好一点 可能会更加强 但如果不幸地向下破的话 那也是要小心 所以我想暂时来说 这些位置是OK 但我又不会觉得这些位置 叫大家这么快进场先 明白 刚才有很多眼督